台南老牌的冬城酱油 过去标榜是自家酿造 电视被爆料 购买其他厂牌的酱汁 作为原料 加工载质 引发消费者信心崩盘 在网路上评论 狂刷一新 也有长期支持的小吃摊 打算要更换厂牌 而冬城虽然承认 有未顾产品来当基底 但是强调他们的商品 没有伪劣的问题 罢贵经过油煎 外皮脆口感Q 再打上一颗鸡蛋煎得香脆 这是台南在地 相当经典的小吃 罢贵口味较为清淡 这家小吃摊千挑万选 找了冬城酱油膏 作为体味的灵魂 虽然店家表示 冬城并非品质出问题 短期内还是会继续使用 但信心已经有些动摇 这家包子店 在台南当地生意也相当不错 左右馅料调味的酱油 并未使用冬城产品 不过却让业者 在往后选择商品时更加谨慎 不少消费者 已经对冬城失去信任 在Google评论狂刷一心 如今只剩2.7颗心 纷纷留言痛批 欺骗消费者自费武功 不再有机会了 也表示不再购买冬城酱油 甚至形容是台南之耻 基本上我们采用这些厂商不是所伪劣 也不是伪餐 冬城认了购买其他大厂酱汁 加工载质 但也开放工厂给外界拍摄 证明目前还是有自制酱油 而且没有存在伪劣的问题 可能在我们工厂里面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到 也没有办法看到完成的制成 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改变成 现有的现代化设备 冬城酱油主打纯古法酿造 产品甘醇美味 实际上部分产品的确并非完全自制 已经让一直以来 相信东城的消费者大失所望 记者姚文华台南报导